一提到《西游记》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尤其剧中唐三藏师徒四人前往西方举进的故事 更是为人津津乐道 嘉义紫金民族舞蹈团推出舞剧《旋撞新传》 看看这些年龄曾介于国中小的团员们 如何诠释《西游记》这部中国文学经典 一幕幕舞马从玉门关女人国到暗夜狱贼天神降临 亮丽的服装加上震撼的舞台艺术效果 紫金民族舞蹈团要带领观众感受玄奘师徒到西方取经 历经饥饿遭遇盗贼迫害仍然不畏艰辛 最后如愿取回真经的精神 我们是希望弱势的小孩能来看跳舞 让他看到内心里面的美 因为跳舞的人他是内心的美 有真 有沉 很圆满而且很自在 团员们大部分都是还在就读国中小的学生 要精准表达剧中人物细腻的神情和肢体动作 挑战性相当高 对执导老师可说是一大考验 一些细节的部分还要在练得很久 常常就是忘记自己是矮人果的一部分 然后就会无缘故就变成正常人 就站起来 这次舞展虽然很高的难度 但是每一个人都突破了自己 朋友他毕竟比较小 那我们就要插入那个主题 要跟他说你现在不是小朋友 你现在演的是个大人 小朋友在表演的过程中 然后互相学习 那小的可以跟大的 那大的也可以去 就是借由帮助老师训练小的 那这样子两边都会有成长 虽然只是演出前的排练 小团员们还是非常认真的 排演每一个桥段 团长和指导老师 随时同旁提醒姿态 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表现 新唐亚太电视 侯瑞霞芳雅贤 台湾嘉乙采访报导